哈喽大家好,我是兔兔,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这段时间,上海的疫情状况真的是令人揪心 从三月底开始封控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很长的时间 期间也是上演了各种乱象,各种魔幻 有些人不因新冠死,却因新冠而死 目前防疫政策虽然已经是板上钉钉,没什么可讲的了 但是防疫形势还是勉强可以讨论讨论的 那今天呢,我想潜聊一下这段时间看到的那些很魔幻,很奇葩的新闻 这是来自上海某个小区居委会写出来的温馨提示 若拒绝转运,不去方舱的居民将永远红马,永不摘帽 当时看到这句话,说实话有点被这个所谓的温馨提示吓到了 这种表述方式,是不是就很有当年黑五类的那个味道了 虽然之后,通过信息交叉对比发现 这应该就是居委会拿着鸡毛当令件,以违法的方式释法 就是恐吓嘛 但后来我又看到了一条来自成都的标语 发烧不说的人,都是潜伏在人民群众的阶级里人 我又惊了一跳,就感觉当年温家宝离任前的警示炎又在耳 文化大革命 这样历史的悲剧 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这被调侃成灭绝师太的95岁老太太的事情 我估计很多人都有听说 她在阳性之后,因为拒绝去方舱医院和防疫人员 警察,陆续都发生了冲突 甚至上演了一条六的剧情 在小区用铁皮墙把她家围起来之后 她又上演了翘所越狱的剧情 最后被六个大白压往了隔离点 但晚上又翻墙逃出来了 很多人都很惊讶 这个性格刚强不屈的老太所爆发出来的战斗力 说人家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 知道什么叫反抗 相比较之下 他才是更正常的那一个 还有人说奥米克戎不过如此 在他体内走了三步 就挨了六个巴掌 这个上海滩蛇太君 是我目前关注上海觉得最有趣的一个事情了 就是我很想听一听 这活得这么有生命力 见证过这么多历史的老太太 她来讲一讲 为什么她就不愿服管呢 是不是拜登派来的 这段视频是我在朋友圈看到的 当时我打开视频十几秒 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背景应有什么问题 直到看到作者写的简介 我才恍人大悟 原来背景应是用AI生成的文稿 在用机器语音念出来的 如果认真听就会觉得狗屁不通 简直毫无逻辑可言 因为这种表述经常在生活中出现 就会很自然的把它带入成一种背景音 不会去思考它本身的意义 所以当作者用喇叭在小区里播放的时候 连工作人员都误以为是一个正常的广播 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有一个网友评论说 这套语言或许原本听起来就像是算法生成的 这才导致这个艺术作品的成功 或是我们的语言 早就被这种八股文风破坏殆尽了 我从来没想过现在的高校防疫 依赖于领导的设计思维 已经发展到了需要精确控制拉屎的程度 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一所重点高校 上海同济大学 有该校学生爆出校方疫情管控新标准 从洗漱到上厕所 都需要扫描二维码登记排队 甚至担心垃圾水龙头会传染 不让丢垃圾洗手等等 现在的结果是 同济大学迅速发文澄清 并表示要依校规处置该学生 学生爆料的原体也不在了 老师说我听过计划经济计划生育 但计划拉屎这个还是头一次 所以有点震惊到我的 那这一次的上海防疫呢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强行计划 所带来的荒谬 比如统一配送低效 所导致的蔬菜浪费 比如一些劣质保障物资的出现 比如一刀切政策 导致急症病人失效死亡等等 看起来好像彼此都是孤立的 但本质上都是一种 差不多的控制策略带来的结果 这是一个居住在上海的德国人 因为不满防疫管控期间 各项的政策和安排而暴走 在跟社区翻译人员通话的过程当中 怒骂政府国家 甚至还说了很多反动言论 但意外的是这个录音被很多人点赞 有很多人说这个外国人 是很少见的怒劈中国 但没有被说成是反华势力的 其实这个翻译也挺有意思的 但现在的政策是 你必须去逛逛 连我这种英语不太好的都知道 用逛逛肯定有问题 大概也是一种高级黑吧 这个德国人肯定没想到 有一天在别的国家会被拉去看 他这样的胆大妄言 肯定是吃准了 自己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这点是非常让人羡慕 但效仿不来的 否则就会见识到 自己也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了 微博上有4000万粉丝的大V王思聪 有着超强的话题掌控力和影响力 但同时就有一定的争议性 在上海疫情期间 王思聪就频频发布冲台言论 从说政治原因导致饥荒 到拒绝做核酸检测 以及微博大战中成药莲花清温 掀起了舆论 对以领药业的广泛质疑 其实很早 王思聪接受BBC采访的视频 很多人就评价说 他是一个比较有思想的80后 不过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想要真实的表达自己的观点 尤其是他在不符合主流社会论调的情况下 这是需要勇气的 目前最新的消息就是 王思聪的微博已经遭到禁言 也是向大家示范了说真坏的结果吧 疫情期间偷着乐这个梗广泛流传 它实际上是来自官方发言人的名剧 但被网友拿来进行各种反讽 还衍生出爱乐之城 永乐大典 汉乐府 华润万家这种梗 不过我提到的都是微博话题tag 只有很多网友借助这个功能 去表达自己的不满言论 微博就持续追杀 直到把国歌的第一句歌词给封了 这个过程非常的搞笑 也不知道以后还会诞生出什么更有意思的词语 不过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 不要去说那些事后 连自己都觉得可笑的话 反而成为别人的把柄 上海的这波疫情 我也是很惊讶看到有文章突破了2000万的阅读量 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极限 这篇文章发出来没多久就被删了 后来又给恢复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置顶评论 据说这也是近几年来 微信点击量最高的文章 在我印象中 一篇文章有10万家就已经是很不错的表现了 而这篇文章有2000万家 可见有不少上海市民为他点赞 他写出了一些很真实的情况 很不越界的观点 应该允许这样的自由表达 其实最近这类文章真的是比比皆是 但很不幸的是多数都遭到了删除 相比较之下 一些小地方已经被封控了很久很久 但我们几乎听不到一点声音 就好像一点抱怨都没有 这真的让人细思极恐 其实我现在就特别理解 父母他们那一代的饥饿恐惧了 说实话 之前完全没有想到 像上海这样繁荣的国际化大都市 居然会发展到有人饿肚子的这种程度 所以只要民众的权力饥渴始终存在 我们两代人本质上就是一代人 无论时间怎么变换 无论现在的一切看起来有多么繁荣 OK那么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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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